家里人还有我的老公 真的我们的关系更靠近 因为大家一起走过一个难关 过去正是因为坎坷见真情 两人相扶相携一起走进婚姻殿堂时 才愉加让人觉得温馨感动 叫得太小声了 我觉得应该再大声一点 你看我的动作 妈 本来呢 我也是小朋友的 不可能因为知道 您的女儿 她是那么的小朋友 所以你放心好了 在我妈面前 我还是一个小朋友 可是在您面前 或者更加是在我的老婆面前 我会成为一个成熟 稳定 可靠 有责任 帅气 强装 健康 美丽 性感的老公和女婿 谢谢 十前十美 最商业的婚礼 亲郎保健峰 亲娘 隔家好 这是真的 这是电视机 对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意想不到 一直到刚才 一直到刚才在户外的时候 放飞 气球的那一刹那 我觉得 这就是天堂 幸福的天堂 很幸福 2009年4月25日上午 保健峰和家好的婚礼 在上海花园酒店举行 很多艺人朋友都早早从各地赶到上海 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他们当中 有的是新郎新娘的大学同学 有的则是音隙结缘的圈内好友 保健峰说他要唱歌送给他老婆 然后说如果唱不上去的地方 希望我可以帮他 我跟保健峰认识几年 然后那个新娘是我大学同学 同伴同学 所以人缘比较深 对 觉得他居然会比我晚结婚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他是帅哥 他应该是比我早结婚的 我就觉得宝宝是一个特别适合结婚的人 感觉我觉得肯定是一个特别好的丈夫 他踏实 保健峰和家好 是2006年在安徽拍摄地视剧小城网室时相识相恋的 不久前 保健峰特地重返拍摄现场 制作了一副特别的画广 在婚宴上送给自己的新娘做礼物 以此纪念与和家好缘分的开始 就站在这里 我们说了第一句话 能好 能好 在黑年 第一句话就在这儿说了 今天要成家了 就特别想把这一份 很重要的婚姻 在这现场 我想那天 我这种准备拍摄戏 也不会做的 我想把 这一个 烧空即时的瞬间 永远地帮一下 在婚礼上 保健峰激动的心情 抑郁言表 三位事业分拨多年后 终于阴系结缘 收获了一份爱情和婚姻 这一让他们俩 觉得相当幸运 我更感谢 他们都认为我 那么多年 那么大 一月都赖了下 又不可笑 不过我相信 在此刻 他们应该也明白 我认为我认为我 我认为我认为我 所有人 都赖了一份爱情 这样子 我认为我认为我